据韩媒报道27号播出的NBC节目Straight中 关于在江南俱乐部发生的未成年人性关系的内容被传播开来 当天的节目中公开了对在江南俱乐部进行性交易的未成年女性的采访内容 这位女性说 在俱乐部里做的事情和室内沙龙差不多 在俱乐部内是30万韩元 到俱乐部外面是50万韩元 接着她解释道 性交易第二天早上 MD在宿舍用现金支付 最小的孩子应该有14岁 俱乐部的毒品比香烟更常见 推翻娱乐时事报道